大家好,欢迎收看袖手旁观新鲜事儿 经常出行的小伙伴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上高铁飞机前都先要经过安检机 以及小姐姐的搜身检查 只要携带禁止的物品,马上就会被查出来 那么,工作人员在安检机上到底能看到什么呢? 你们知道在镜头下的你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会有这种操作呢? 在美国的911事件后 美国政府开始进行对进入机场的乘客进行搜身检查 但是,这种行为效率非常低 而且人们也是非常的抵触 这就催生了S光安检设备 这种方式因为高效可靠,很快也传入了中国 安检其实就是采用了X光透视的原理 通过计算机分析,透过的射线 在依据射线穿过物体产生的变化 来分析该物品性质 在通过计算机成像的一个过程 安检设备是采用S射线扫描成像技术 由S射线发生器 X射线探测器图像处理系统等部分组成 对行李人员进行安全监测的电子设备 根据扫描成像判断物品的安全性 X射线安检仪属于低微射线装置 辐射量远远小于医学X光机 对人体危害是极小的 但是这种X光设备有一点让人难以接受 由于X光强大的透视性 人们对安检过程中隐私 是否泄露过多次也是争论多次了 乘客不需要脱下衣物解开行李 就可以看到身上和包里携带的任何物品 以及人体轮廓 而安检员则通过成像的形状和颜色 就可以大致判断出被检查者是否携带可疑物品 当我们过安检时 我们的身体也会一览无余的展现在屏幕上 不管你穿了多少衣服 它都可以把你身体的轮廓骨骼显示出来 甚至连体内的金属支架 龙胸用的硅胶 它都显示的清清楚楚 毫无优势可言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